这是要解上帝的一段话 该为善心痴敏 既得往生同居净土 若念到一心不乱 那往生的上三土之所需 此事为圣心之行进 而非云云凡夫之所能 这真的不是假的 若比一心不乱 是能往生之 是问苦害众生能有吉许的土 那就不可能了 一心不乱的标准 最低的是阿罗汉 三国圣人 阿罗汉很没份 那尽忠也变成难行道了 不是一心道了 这次痴迷方便发门 也将是难行道也 净土真正殊胜 真正带给一切众生 无边的利益 让一切众生 一生过过都能成就 这是尽忠 独有殊胜之处 再找不到一个法门 能给他相比较 待业能往生 不必断烦恼 不必消业障 你就一句阿弥陀文念到底 烦恼自然断了 业障自然消 不要去刻意 只要把业心 转住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重要 这什么道理 佛在大臣经上讲的很多 稍稍留意点 就把这个原理 找出来了 它不是没有道理 一切伐从心向神 我们不想阿弥陀佛 就胡思乱想 想阿弥陀佛 是想自信 回归自信 想其他的妄想 那是制造六道轮回 制造三个道 于是我们回过头来 好好反省 我这一天 起心动念 多少个念头 是阿弥陀佛 多少念头 是杂心挖念 然后自己 跟自己判决一下 我应该是在那一道 清清楚楚 不要问别人了 问别人是假的 问自己是真的 有大惊何赞员 大惊何赞 大惊是无量手机 何赞是夏连居老居士 写的 依此今 放菩提心 一向专念 放得一心不乱 不能专念 决难一心 这话说得好 要不要求一心 不要 就是一向专念 就可以了 一心自然先进 烦恼自然 消除 业障自然 断掉 自然 不要操一点心 只要一心专注 把这句佛号念好 炎光老法师的方法 值得参考 佛号念得清楚 自己听 自己念 自己听 听得清楚 从一句到十句 记得清楚 不要多急 就是一道十 一道十 一道十 加念下去 他能实行吗 善根佛得深厚的人 三四个月 效果 着重 就减效了 五六个月了 功夫就得了 这样 这样念个十年八年 我相信他会开 经常讲的 四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他决定可以得到 不能专念 俱难一心 这一句话要记住 这是夏林老说的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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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